大家好我是貝克 身為一個遊戲中毒的玩家 最近遊戲大作出了非常的多 然後畫質也都非常清晰 那除了在硬體上面要追求的傷之外 那我就一直覺得說少了一款 可以跟上這個畫質的一款螢幕 那今天要為大家推薦這一款 BenQ HDR 舒適平酷炎螢幕 沒有錯啦就是1W3270U 好我們現在就來開箱我 HELLO已經把它組裝完畢了 那其實這個配件並不多啦 就一個這個螢幕支架 然後Type-C HBR的線 變成線 說明書 保護卡 軟體光碟 其實東西並不多 然後我看一下這個螢幕的整體外觀 就是比較大螢幕 32吋的 然後細邊框 可以讓你這個 在近距 細邊框的東西在近距離的時候 看起來比較沒有那麼的壓迫感 比較細 然後看到後面的孔洞可以 它可以支援這個 壁掛 你可以直接把它掛在牆上 然後 它的孔洞 有這個 HDMI 2.0的 有兩個孔洞 然後 Display線 孔洞一個 然後 一樣 Type-C的 線一個 然後它這個 Type-C是 這個正版都可以插的那一種 然後3.5的 這個耳機孔洞 然後這些全部都 它這個不管是BBI 然後HDMI 還有這個Type-C 都是支援這個 HDR的這個高畫質這個傳輸 蠻厲害的 好 那 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進去介紹好了 好 我們現在已經全部都已經把它架設完畢了 左邊就是這個BENCUE舒適屏護眼螢幕 那可以看到 由於這個 本身就是一個4K的做布了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 兩邊的 這個畫質顯示 應該是差距非常的大 尤其是像這個 4K的這個畫布 這個 你看它這上面這個細節 暗布的細節 它可以很完整的表現出來 然後同樣的這邊 這邊 基本上 它這個暗布的東西 基本上是一片黑色的 沒有什麼太多的變化 那我想這個在 那個3841X2160的 4K做布 我覺得差距就是這麼的大 好 然後 它這個 HDR 它可以有模擬啊 如果你本身有支援的話 就變成自動 就是自動 它就會把它切成HDR模式 那如果沒有的話 本身這個螢幕可以 有模擬它HDR的一個效果 那你可以開 HDR 然後不要開護眼 然後你也可以把它打開 或是你HDR關掉 然後只開護眼 它這個功能切換 很簡單 好 再來要介紹它的一個 Lake紅紅技術 它這個有 環境 光源偵測的一個系統 如果我們把它遮起來的話 你看到 在右邊的時候 它就會顯示 欸 這邊 慢慢的螢幕會變燃 來去保護你的眼睛 好 你看到 這個旁邊這個細節 它就慢慢慢慢的變燃 好 慢慢慢慢的變燃 那如果我們把它 用一個手電筒好了 把它燈打開 就是 欸 這個室內現在是 很亮的一個狀態 你看到 這個 上面這個細節 就慢慢的 慢慢的慢慢的變亮 好 這樣就有 有助於去保護你的眼睛 它會去慢慢 它會去偵測整個環境光源 那這個是 NQ這次獨家的 非常厲害的一個技術 這邊可以 還可以調這個 圖片模式 圖片模式 也可以調滿多種 針對你的使用習慣 它可以調低燃光 或是遊戲 遊戲的模式 這個可以去調整 這個 叫 FOR這個個人的喜好 你可以去設定 好 剛才介紹到那麼多 我們就直接來進行 遊戲實測 最適合我的 iStar電動 Yeah 好 現在我們就實測這個 最近很常玩的這個 NBA 2K19 那這個 換了這個 3840這個4K的螢幕之後 感覺是不一樣 尤其是這種螢幕 我覺得 很適合 NBA 我覺得很適合可以跟 朋友一起 兩個人一起打 因為螢幕夠大 你距離夠遠 對打才不會那麼的壓迫 整個畫質整個不一樣 因為 這一款這個 BenQ舒適屏螢幕 我覺得它比較厲害的是 它在4K螢幕 總共算是 32吋算是比較 4K裡面算是最小的 一款螢幕了 好 我們來玩 來玩一下 這畫質整個是 不一樣 最近在 在家裡用實況的時候 也是 用這個27吋的 感受不出來那個 爽快的感覺 我覺得在整個 這個 像這個 光暗 光暗的這個 細節表現 都比平常的 在家裡的時候 這個 的螢幕差很多 好 待會我們還有一款 那個 GT Sport 要來做示範 漂亮 廠商等一下再送一台到我家來 我從今天開始 我就用這台打2K19了 感覺我就可以 玩最難的難度了 好 我們現在來玩這個GT Sport 哇 這個 你看到從 一開始進場的時候 這個開場的畫面 哇 這個4K的畫質 就是 姿細質 厲害 有那個AMD的顯卡的話 它有 AMD FreeSync 的一個 讓你畫面比較不會撕裂感 這個畫面好得不得了 但是我現在沒有空 欣賞這個 4K畫面的美景 因為 我手太忙了 你看到後面的這些解析 真的是非常漂亮 這個玩起來 真滴爽 我覺得畫面表現也是非常的流暢 沒有這麼大的螢幕 跟這個4K的效果 玩這個起來應該 感覺 爽開管應該會降低非常的多 轉不過 轉不過去了 前面這台是什麼牌子的車啊 好 那我們今天這個GT Sport 先玩到這裡好了 好 我們現在來做個總結 這一款這個 BenQ EW3270U 舒適護眼螢幕 那這一款螢幕 我覺得 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是 HDR 它呈現效果非常的好 開護眼也可以 不開護眼也可以 然後你只開HDR也可以 然後整個光源偵測 我覺得效果非常的卓越 尤其是實測幾款遊戲之後 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 感覺效果最好的是GT Sport 然後 整體的螢幕 我個人是覺得不會有太 就算是32吋 大家會覺得很大 但是我個人 一個人玩的時候 我覺得沒有很大的一個壓 壓迫感 那如果拉遠一點的話 跟朋友一起來 家裡 連線 那這個 螢幕也是足夠大的 那我個人是非常推薦大家這一款 BenQ的螢幕 那如果你還有更多詳細的資訊 想要了解的話 可以到下面的資訊欄 好這就是我開箱文 謝謝大家 掰掰